大家好 这里是大叔说花 今天呢 我要跟人家聊聊这个亚洲百合 今天呢我得先跟大家道个歉 上次咱们说这个东方百合的时候 我说那个木门 那种木门百合 黄色的那个 当时我说是东方百合 我看评论雷衣有朋友说好像这个不对 然后我查了一下 确实是啊 木门的是 东方百合和某一种百合 可能是喇叭百合吧 它的一个杂药品种 它不能说是个东方百合 所以这个我说错了 非常抱歉 那今天呢 我跟大家说说这个亚洲百合 亚洲百合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亚洲百合 这是黄色的亚洲百合 这个叫眼线 也是亚洲百合 上面有那种黑点和那边边的那种 这些都是亚洲百合 亚洲百合跟东方百合的区别呢 咱们也不说的那么专业了 因为我看了一下 反正好像很多时候非常专业 咱们就说 从切片荒上来讲 咱们不从植物学校图来说 就是亚洲百合呢 一般情况下 比东方百合呢 花朵小一些 然后呢 它没有香味 而且花期相当也短一些 东方百合的花朵非常大 亚洲百合的花朵比较小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东方百合 上次咱们多测试 那个百合 多少时间了 还能怀活 这上的东方百合 这个是亚洲百合 大家看一下 它的花形 和这个花朵大侠都不一样 这个是东方百合 这个是亚洲百合 这两个不一样 东方百合呢 相对于亚和大 香 这个亚洲百合呢 相对于亚 花朵比较小 它没什么香味 这个亚洲百合呢 也是百合科和百合鼠的植物 跟这个东方百合差不多啊 这个亚洲百合的颜色呢 以前啊 最早以前 比较少啊 基本上以这种黄色啊 这种黄色的 还有一种橙色的 以这种颜色的百合为主 别的颜色呢 比较少 近两年呢 有很多这种亚洲百合的 不同的颜色的百合出来啊 比如说 粉色的 偏黑的那种 黑红色的 白色的 还有这种白色上带边的那种 眼线那种 反正 颜色最近也多起来了啊 我们经常拍那个开箱 有那个叫做 红宝石的 那个就是亚洲百合啊 这个眼线啊 你看就是边上有一个 白色的 加一条边的眼线 这个呢 也是亚洲百合 还有一种白色的亚洲百合 就是没有这个边的啊 亚洲最大的问题就是 花期比较短 开放的比较快啊 在日常家庭茶花的时候呢 亚洲百合 其实也是一种 很常用的一种花材啊 但是呢 亚洲百合的缺点就是 它开的比较快 花期比较短 我专门找了两朵这个开的啊 咱们放在这个皮里 可能能监视几天啊 所以说呢 在买的时候 亚洲百合 一定要买那种稍微生一点 比方不能买开的 买开的 开的开太快啊 而且下季的时候 开的确实快 冬天的时候可能还好点啊 然后咱们再说说这个 亚洲百合的挑选啊 这花瓣很脆啊 一碰就能断 所以要轻拿轻放 咱们说一下这个 亚洲百合的挑选啊 也是那几条啊 第一个呢杆子 相对来讲比较粗壮呢 绿的直的杆子好啊 这是杆子 叶子呢 大家看一下啊 那很绿啊 还有种墨绿色的 它呢不能有黄斑 黄点什么的 都不能有啊 而且有的时候 这个叶子不好的时候 荒呢也 也会有问题啊 花包呢 因为这个亚洲百合 其实它也分啊 有两个头的啊 多头的这种 大家看一下啊 这就是四头的啊 四头的 我们要选择这种花包比较大的 就是花包比较大的 而且要上色的 就是从这个花包 大概能看出来 这个花的颜色的啊 你看 这种上色比较好啊 上色的 花头比较大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虽然小 但是呢 也能看到一点颜色啊 要选这种上色的 花包比较大的这种 一般情况下 会比较好啊 感觉比较粗壮的 看起来就 比较有劲这种啊 然后呢 这个亚洲百合啊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什么呀 开放度 大家在买的时候啊 千万注意 因为它开的快 所以呢 咱们不能买这种 开放度比较大的 像如果已经开成这样了 你家里可能放不着两天 就完蛋了 要买这种啊 显色的大花包这种 问题就不大啊 时间就比较长 相对来讲 时间就长很多啊 所以说 买这个亚洲百合 别的先不说啊 比如说叶子 感觉先不说 开放度非常重要 一定要买偏生的花 但是呢 也不能买花包特别小的 如果都是这种 小小的 有绿花包的 也不行啊 你要买这种大花包 显色的大花包这种 就会没问题啊 或者稍微连开嘴也行 这个呢 就是 亚洲百合挑选啊 其实很简单 主要是开放度啊 好了 咱们再说一下这个 亚洲百合的保养啊 亚洲百合的保养呢 其实跟东方百合相差 不是太大啊 我现在应该要使用这个 这是可适先的啊 这是百合专用的保安剂 这种保安剂的好处是什么呢 叶子不会黄 这种小花包一般情况下 都可以开 其实是很合算的啊 大家看一下啊 我这个瓶子用八条的液 刚才已经消毒过了啊 然后呢 我这个水 加的 不是矿泉水啊 是自来水 自来水 加 可适先的保安剂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亚洲百合呢 它吸水比较好 就是它吸水能力啊 比较强 所以说呢 我就没用这个矿泉水啊 用普通的水 但是一定要加保安剂啊 加保安剂 应该问题也不大啊 但是呢 它的缺点就是 嗯 可能 会混的时间 快一点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用这个 自来水 加可适先的那个百合串和毛巾 咱们养这个花 咱们看看啊 看看到底怎么样 老贵啊 就这个瓶口 以下的叶子啊 要去掉啊 然后斜显根 45度啊 好 咱们这花呢 就插完了啊 我用的是自来水 加上可适先的百合串和毛巾啊 插在皮里 我这里边呢 有两朵开的 有两只是开的 咱们过两天看怎么样啊 能监制几天 剩下都是花苞啊 咱们看三里后 能不能开啊 我们这是三个品种的亚洲百合 咱们过三天以后啊 看看它到底怎么样啊 另外一个呢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亚洲百合呢 因为它没有香味 而且呢 花朵的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我觉得啊 在家庭茶花里边 它的作用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 这个百合呢 可以作为一种 快转化的出现 就是作为焦点 或者重点的地方 用这个百合 如果用那种东方百合呢 它的朵太大了 完了 别的花呢 就比较难体现出层次来 而这个亚洲百合呢 它又是百合 又是块状的 它又没有香味 而且呢 它花朵呢 可能还相对来讲 比较小 这样的话呢 它能给其他的花 留出更多的空间 所以说 亚洲百合 在家庭开花里边 放个一只两只 作为焦点部分用 我觉得 是非常好的 而且亚洲百合的颜色也很鲜亮 比如这种黄色的 还有这种橙色的卡里厚的 大家能看到 那好吧 这个亚洲百合呢 我就先放在这儿 咱们过三天以后 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好 那今天就拍这么多 好 现在是三天以后啊 咱们看一下这个亚洲百合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已经基本上都开了 这一朵啊 这一朵啊 是第一天就开的 这个花瓣已经卸了 你看啊 在这里啊 这花瓣已经卸了 第二朵还没开啊 这个橙色的百合呢 是三个头的啊 开了一朵 这朵也快开了啊 这朵白的就是三天以前开封那一朵 现在看着还可以啊 让大家看一下啊 这就是三天以前那花瓣比较小的 这种小的花瓣所以开出来的 就没有这么大啊 这是那个橙色的百合啊 头很大 你看大脑的开封会就比较大啊 大家看一下叶子也是很绿 没什么问题啊 咱们看一下这个温数啊 这两天北京一直下雨 所以温度比较低啊 大概26度左右啊 湿度是76%的样子吧 差不多啊 再看一看是水啊 这个清澈程度还是不错的 好 这就是三天以后啊 这个压手百合的状态 总的来讲还不错啊 这几天呢 北京老下雨 所以说温度相对低一些 这个花呢 开放的速度没有我想象的快 三天以后总的来讲 现在装的都还不错啊 压手百合的缺点就是夏天 天热的时候 开放速度比较快 但是这个礼拜表现还不错 叶子 杆子 这水各方面都不错啊 好 那这个压手百合咱们就拍这么多吧 如果大家 有什么想法 或者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啊 大家可以公共探讨 好 那压手百合咱们就拍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